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我終於坐到法拉利了 你看這就是法拉利的感覺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心车厂家,我是显明 所谓的人生胜益组成功男士 一左一右两台保时捷 如果再加上一左一右两台法拉利 红色中马在车库里面 那就太好了 这里总共车库里面加起来几千万上下 告诉你,我可能连这个后照镜都买不起了 当然今天介绍的是这台法拉利的488GTB 还有这台法拉利的458Italia 这两台虽然说都不是最新的车型F8TB 但是它们都是指标性的车款 因为它们是最有名的法拉利V8车系的传承了 法拉利3900cc V8温轮增压引擎 它可以爆发出670匹的马力 当然它0到100,3秒钟就到了 0到200公里8秒钟就搞定 比我们很多的家庭房车的 它的马力0到100的时间都还要来得短 车尾这边招牌了法拉利的尾灯 当然现在最新款的F8Tributo 它后面是经典的法拉利的四圆灯 而这台488它还是一个单边圆灯的设计 透过这个AirDuck这边气流进去 从后方这边排出呢 它除了降低整个车尾的乱流呢 减少这个拉力之外呢 也会增加车尾的下压力 法拉利呢它把后方的排气管提高了 让后面的扩散板呢可以面积更大 然后让它有个主动式的这个所谓的下护板这个地方呢 让气流导引出来呢 增加它车尾的下压力 车头设计呢这里呢 透过这碳纤维的扰流板呢 让气流导到车底之后呢 它车底更是全平面的 它可以增加它的下压力 一般来讲啊 我们开车门的话呢 可能是比如现在很多车子呢 它会有个隐藏式的眉关的 像欧系车的拉把 但法拉利呢 这个拉把它则是一个箭头型的 这样一般车门就打开 关起来之后呢 它还能够导引这个气流呢 进到后方的这个进气口 这里要特别讲的是 这台488它是涡轮增压 3900cc V8引擎 这台呢 458它则是没有涡轮增压 所以它为了这个整个的效果 以及美观 还有空气动力的原因呢 那台引擎这边没有进气口 但这个488这里就有一个 超大进气口 如果两台法拉利 你在路上认不出来 没关系 我们车车就认这个进气口 就能够认得出来 因为法拉利真的是长得有点像 老实说458跟488 打给混买出来 眼睛就发动了 我们稍微试一下它的转速 因为根据了官方数据 它的油门响应时间只有0.6秒 也就是代表说 您在车上 不管是转方向盘 踩油门 它都是最即时性的一个反应的 法拉利就是这种感觉 接下来我们就要上赛道了 上赛道请来谁呢 当然是最招牌的甩尾狂人 台湾的超跑达人 才能真正发挥出这台 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的台湾最有名的甩尾天王 周伯雄 周大哥 你好 这一组是台湾现在所有的力保的最速纪录的前20匹应该都在这一组 然后我们今天用的车辆是比较适合飘移的488的车辆 因为它马力大 然后轮胎尺寸 比如像保持捷 前面是265 后面325 这只有245 30 可是我们马力却比保持捷径的距离山大了快200T 对 所以跑起来我们车就会特别的浪费 哇 这个光线时速超过200 要减速到780的路 往前倾的距离 完全不一样 接下来再进行到大直线去 往前出一样 四处200多 刹车到80几 往前出70 70 进彎 就要跟全力冲直辆 哇 这个讲不出话来 大直线 刹车 你下去冲200 刹车200 200刹车到110左右 进彎80几 全力出弯 全力出弯 这就是 开弯 这边 甩尾停往臭膜熊他的 以及 马力达到670匹 的 法拉利488的速度 那当然 这一般的民众来体验实在道喔 实际上呢 跟我们专业的 我们甩尾停往车手 开起来的速度完全不一样 但是 不管是快或慢 在安全状况之下呢 有这样的机会来体验 这样整个赛道 就 创造所谓的 带衣接种或是 分组的最佳成绩 但这速度感 也完全是在路上无法体验的 对 都要是在路上无法体验的 是在路上无法体验的 是在路上无法体验的 在路上无法体验的 然后被告诉您的车辆 只要认真听教练的建议 都可以高得 安全又紧性 今天赛道日体验成功 体验成功 这边的旅程是在路上 最后的旅程是在路上 在路上的旅程中 是在路上的旅程中 感谢观看